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各位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那么今天最新的确诊数 死亡数呢 虽然确诊数没有创新高 死亡数再创了新高 我们接下来立刻先介绍 这节加入我们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退役空军中将张延廷将军 请就好 大家平安 以及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 蓝月钱教授 主持人好 跟朋友大家好 你资深 媒体人谢寒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看最近的错数字 我们看到其实死亡个案122例 这个数字让大家关心到的是什么 关心到了其中很多儿童的问题 还有中重症的增加 那么我们有一个急诊室医师的眼睛 这是一个医师他所贴出来的 医护人员的行声 他说我们有一位急诊室的护理师确诊 我们问他该注意些什么 他竟然流下眼泪了 因为他的心情是什么 他只不知道家里的小孩子该怎么办 他一直告诉孩子说 妈妈不能抱你 全天下的妈妈都一样 其实不只是护理师 连很多只要确诊会有密切接触的妈妈 回家都不敢抱孩子 因为他孩子有一点点的病痛 那么家长妈妈心情都一样 我自己怎么样都不怕 就怕我们家的孩子会有一点点的状况 所以看到家长们抢着排队 漏夜去排队打BNT 为什么要孩子赶快打下疫苗 清晨五点出发的这个阿嬷 小孩哭喊会怕 那么结果阿嬷爸妈一早 也是带着孙子想办法为他奔波 这些心情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为他的命 但是现在六都居然只有六都 为了要加强更多的铺点 可以让人来施打 非六都的儿童疫苗 却突然遭到删减 指挥中间说 有 已经配送足够剂量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再告诉我 这大家地方名带说 你们不是二等公民吗 陈时中不要脸销为 这个地方名带批评的 不过陈时中回答是说 其实疫苗如果过度存放的话 恐怕也会形成某种程度的浪费 又来了 又说这样会浪费 所以不能给你们太多 你们有需要再告诉我们 会来安排 问题就是有需要 六都以外的民众 六都以外的孩子 也需要打BNT疫苗 那我们再来看看 蔡总统到底当时喊的 一亿剂快塞 很多人问到底到了没 你不是保证吗 那现在蔡英文总统 呼吁的是说不要囤积 不要恐慌 PPT很多人讨论 到货了没 那很多孩子走了 一直在意假消息 一亿快塞在哪里 五月底的 是文讯还是假新闻 不过陈志忠部长 在被指挥中心 被问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回应了 她说目前已经进口了 一亿七千万剂左右的快塞 进口来了 那有感受到吗 还有政府发放的 优势比例是多少 蔡英文总统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彻翼的 网军的粉砖 这个粉砖是说 蔡英文特别贴出来 总统的贴文 说这个是疫情的假讯息 假在哪里 就是说并没有蔡英文下令 还实在烧到41度 才可以收治 没有 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大家就开始追查 大家一起扮柯南 因为这个粉砖 叫做这个 蓝白托的逆袭 这个说包括其他的 立刻有各种梗图说 这个是不实讯息 通常他案战数多少 二十几 三十几 这样子一个案战数留言 分享好不好 五次六次 居然会引起总统府的高度关注 还特别把这个粉砖 放到总统的脸书上去澄清 这个真的是很稀奇 我们来看 这都过去他的记录是什么 在韩国瑜时代 黑韩 这个可是很有力 各种很丑化的梗图 各种文章 过去都是在黑蓝军的一些 政治人物的 突然 他突然开始反串了吗 开始批评了指挥中心的讯息 然后就被拿来总统府引用了 所以很多人扮柯南在看 这当中应该是有猫腻把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认为说 难道命是蓝绿不一样 绿色的才值钱 其他人不值钱吗 有这样的批评声音之后 因为包括了一位 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出车祸状的人 结果被传出来说 我们的发言人 罗秉承 行政院发言人 六年前就从这里裸退 他当时是红里法律事务所创办人 那么目前是行政院发言人 所以是不是关系很好 才会让行政局副局长 都亲自的帮着 陪着当事人来做笔录吗 那么他当然自己本人是否认的 不过当时在创办的民事裁定 当时的所有的资料里头 他也是天宏科技的辩护人 同时创办的时候 的确他也是投资人之一 先听听他自己本人的澄清 那这个报导 只需乌勇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这个抽后案件的始末 我完全不知情 我跟大部分人一样 跨过抓夹栽 没有打过任何一通电话 给任何一个警方人员 红里法律事务所 我早在六年前就已经退出了 裸退 平常讲话都很呛 这个时候讲得很四平八文 然后他说早就裸退 裸退退了 那么一个副总 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影响警方吗 那么当然他自己说裸退 可是讲过裸退的 过去好多人 张松谋 所以大家都说裸退 可是他真的有裸退吗 是不是还有影响力 是不是关系很好 那我们看到的只是 这个不办的 这个众手 还是轻轻放差很多 你看网络假消息 行政院要重罚 罚三百万 比较起其他的 这些措施里头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手法跟轻重度 难道这也是因为关系不一样 教授 对不起 兵哥 抱歉 那个 抱歉 兵哥 其实 我们今天看到了 当然他没有 死亡人数没有破新高 因为新高 之前最高纪录是145 可是122也很严重 现在几乎每天都是100多 昨天好像90 这个状况还要持续多久 我想真的没有人敢想象 台湾到底还要死多少人 可是我发觉我们的防疫指揮中心 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 每天想的就是政治操作 我到现在第一个 我已经问了一个多月了 我还想问一下 你现在每天把那个境外移入 放那么大到底目的是什么 旁边那是88247 你中间那个只有46 你中间还要分 哪一个是直接下飞机 就骰检出来 哪一个是具体检疫出来 全家你到底想要操作什么 然后你现在看到每天找到死的人 他后面一定讲 慢性病什么病 而且素质很接近 对 然后就是要告诉你说 这些人好像都跟新冠肺炎 没什么关系 山中间还好意思讲 他讲什么 他讲说没有我们的 对新冠肺炎的死亡认定 是最严谨的 只要有沾一点边我们都算 你不觉得你的讲话逻辑都不同吗 严谨的话沾一点边都算叫严谨 是不是很奇怪 沾一点边都算就很笼统吧 只要差不多都算 这怎么会叫严谨呢 陈思忠你的中文到底怎么学了 你的理哲学到底怎么学了 我都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然后今天很多父母看了会很耐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也许还不是那么怕 可是我们的小孩子怎么办 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 台湾现在的下一代 每个都非常非常珍贵 但是谁知道哪一天事情 会发生在他头上不晓得 所以大家才会恐慌才会紧张 因为政府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而且一副就是 他不断在告诉你一些奇怪的数字 说不要紧张 台湾比其他国家都低 像陈思忠昨天就讲说 台湾死亡率非常非常低 百万分之0.2 你拜托陈思忠你数学不及格 百万分之0.2 台湾只有2300万人 百万分之0.2代表什么意思 台湾到现在只死了4.6个人 你到底怎么算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自己回去算算好不好 你在散布假消息你知不知道 百万分之0.2你算 我拜托 绿营 绿营不是很多人学历都很高吗 去算一下百分之0.2 到底是多少 所以你们每天在散布这种假消息 还不知悔改 还去指责别人在散布假消息 这才是民进党可怕的地方 你看现在一大堆小孩子都在怕 老实讲我小的时候也很怕打针 我看到针就到处跑 然后要人家来追的 要把他抓回来 要几个人把我架住我才能够打针的 我相信很多小孩子也很害怕 父母也很忧心 大家都慌亂成一团 结果我们的政府注意是什么 注意是怎么样散布假消息 怎么样把它做成一种政治公报 比如说蔡英文 你说5月取得1亿计快篩 请问一下到底在哪里 财政中间开记者会来讲说 我们一来1亿7千万计 随便你讲的 1亿7千万计到底是什么 在哪里 当初蔡英文说的是 政府努力去争取的 结果你现在你看他1亿7千万计 是把所有民间自己进口 全部算上去了 他全部算他的 是 实际上他自己说的 实名制的 只有6千万计 而且到底有没有我都不知道 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话 为什么实名制 你第二轮到现在迟迟不敢发动 到底为什么 如果再来讲的话 台湾已经进来1亿7千万计的话 你之前干嘛要实行实名制 实名制到一半就可以废 因为台湾已经超级充足了 不是吗 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你成功把仓库打开来给我看 看看哪里有这么多 再来讲你现在应该至少 还剩下几千万计快三 拿出来看看 你政府进的 你把所有民间的全部算你的 这种就是一种非常无耻的操作 因为去年就操作过一次 去年就把郭董 台积电 慈济 进了一千五百万计 说是政府的功劳 不就是这样吗 完全一样的做法 这政府怎么能够 没有羞耻心到这种地步 还凱凱而谈 曾经中还有一副大言不惨 我们进了很多 进你个头 都是别人在进的 你真正政府进来多少 你告诉我 有医疾吗 真的是 然后他们这几天 一直在操作这一个 什么蓝白托的逆袭 这个是蓝军的网页 在散布谣言 蔡英文根本没有下令 对 蔡英文没有下令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 防疫指挥中心 是不是蔡英文要要成立的 蔡英文自己是不是主持过好几次 还找了郑文燦 找了陈其迈 找了黄伟哲去开防疫会议 那防疫是不是蔡英文也有责任 你身为总统 防疫指挥中心如果讲错话 你没有制止是不是表示你同意 是不是等同于你下令 她说蔡英文从来没有讲说 41度以上才要送医 我告诉大家5月26号的时候 罗一军 开了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上讲 如果发烧39度以上 但未达41度 且为一岁以上儿童 可先吃药观察 如果觉得药效不佳 也可以透过视讯就医 或是和居家照护团队联系咨询 就是留在家里的意思 什么意思 也就是即使你发烧超过39度 你还没有到41度 你给我乖乖待在家里 即使你吃了药觉得 还是无法缓解你的症状 抱歉顶多视讯而已 你还是要给我待在家里 这罗一军讲的 罗一军讲的话 后来防疫指挥中心 有说他讲错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否认过这些讯息 他没有什么方式你知道 偷偷修改 他把公告偷偷修改掉 然后没有告诉你 罗一军讲根本是错的 实际上蔡英文也没有说 是错的 所以这就是防疫指挥中心的命令 不是吗 你蔡英文没有否认的话 你称为总统 防疫指挥中心讲的话 你没有否认 那就是你下的命令 不是吗 虽然蓝白托尔逆袭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粉丝团 我真的搞不清楚 因为我过去知道他是因为 那时候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 他一直在打韩国瑜 所以我才知道 但是问题是这个粉丝团 说真的除了民进党 大概没什么人看 对 就二三十个人 没有人知道那个 总统府都可以看得到 没有在发生什么事情 还要澄清 为他澄清 就乱扯一通 然后这个民进党 居然能够把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你民进党自己 下了错误的指引 然后你私底下偷偷修正 然后出来居然讲说 这个都是别人在散布谣言 散布谣言就是你 下错误指引就是你 天宏科技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罗秉承 老奖我不知道 目前说真的你用一个六年前 他表面上已经离开的法律事务所 你说这个东西跟他有关 我个人也认为太牵强 因为没有直接指明的证据 可是这个案子真的很奇怪 奇怪在哪里 一个科技公司的副总 居然可以动员到刑事局的副局长 地方的分局长 地方刑大的副队长 一堆人去帮他护航 然后还可以再直接用警察 警察直接透过媒体的群组 然后直接帮他发新闻稿 我这边我社会新闻二三十年 我没有看过有这么了不起的人 背景没印 我也没有看过哪个警察会 为了这样子的情况 甘冒自己可能丢官的风险 去做这种事情 我从来没看过 那你要知道黄佳祺 这个刑事局副局长 他之前本来根本没有媒体提到他 是有人有一位民意代表 去指控一个分局长 结果那分局长跳出来说 这件事情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结果这个大家正在觉得说 是不是跟他没关 是不是搞错的时候 黄佳祺自己跳出来说 对 这个电话是我打 这不是很奇怪吗 没有人指控学局副局长 他自己突然跳出来 请问一下 他是不是怕火烧得更旺 烧得更上去 所以赶快先跳出来自首 把火灭 不然的话 你有没有注意到 警方本来什么事情都不想处理的 后来因为媒体把事情闹大之后 开始说 申戒 什么处分 就是这样 所以这都让人家再再觉得 后面一定有一个更大尾的在后面 有一个 我们之前一直在猜亚树莎是谁 这一个 科技公司后面的大鲨鱼到底是谁 我希望大家好好调查 我真的想见一下他的庐山正面目 的确听起来是疑点重重 也的确很值得大家去追究 不过能不能追出来 现在已经看起来直学 就到这里断点了